Hello 大家好 我是圆圆 每到双十一的时候我们总要剁手一番 爱美的女孩会去挑选一些漂亮的衣服呀 化妆品呀 保养品呀什么的 圆圆也不例外 不过我最爱挑选的还是我心爱的口情 所以今天我要把我的口情好物也分享给大家 每次直播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圆圆你到底有多少口情 其实我现在已经数不清了 但我今天从我所有的口情当中挑选出来了一部分 我要把这些推荐给大家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已经学过口情的朋友 你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你的那一款 我现在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第一支口情 它是一支十孔口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十孔口情有十个孔 同时它也叫做布鲁斯口情和蓝调口情 它被叫做蓝调口情的原因就是 它非常适合演奏蓝调音乐 布鲁斯音乐 像这样 当然圆圆也经常用时空口情去演奏一些经典老歌 我相信很多人也听过 比如关音的故事 还有童章的你 那刚刚的歌曲当中有 我们要是你喜欢的歌呢 如果有的话呢 你就可以拥有一支十孔口情来试习它了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型号是 Pro Reads Pro Reads 这款口情呢 它的特点就在于流线型的外观 磨砂的质感 以及特殊的圆孔吹嘴 这款口情官网售价是158元 那在双十一期间会有更大的优惠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加入个舞车了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支口情 它也是一支十孔口情 这款口情呢 是特殊调音的一个十孔口情 是Paddy调音 Paddy调音它简单说起来呢 就是把正常调音的口情里面 第三孔的吹气改为了低音拉 这个改变呢 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浮音 因为初学者在初学阶段 非常希望会演奏一些流行歌曲 但很多歌曲都涉及到低音拉这个音 但是如果在正常调音的口情里面 是需要用三孔吸气压音完成的 压音这个技巧又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能够做到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因为做不出低音拉 就渐渐地放弃了口情 但如果你有一支Paddy调音的十孔口情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在三孔吹气 做出低音拉 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在初学阶段 拓宽你的曲库演奏很多的歌曲 就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 Always with me 千语千询的这一首 这个曲子用Paddy调音就很方便 因为这个低音拉你可以直接吹出来 还有像前段时间吹的背架弧盘 用它也非常方便 那像这样的Paddy调音口情 它能在你的初学阶段 让你拓宽曲库 可以演奏很多的曲子 并且在潜移默化当中 提高了你的气息和口腔控制力 那这为将来你去学习压音 就打好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可以用一支Paddy调音 Paddy调音的这款口琴呢 定价是88元 在双十一期间肯定会有更大的优惠 这款是Boogie Man Boogie Man OK 前面给大家介绍的呢 都是蓝调口琴 水峰口琴 那接下来呢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款 半音阶口琴 就是我常用的半音阶口琴 那个播放量超过一千万的 每人银那首歌 就是用这支半音阶口琴 就这一支来演奏的 还有后来啊 跳完过海来看你啊等等 很多大家喜欢的曲级 都用的是这一支 天井座半音阶口琴来演奏的 大家可以看到 半音阶口琴它的右边有一个推键 按下去就比正常的吹气声高半音 就像钢琴上的黑键一样 所以半音阶口琴转调很方便 不用像来吊口琴一样准备很多的吊子 所以说半音阶口琴一把就够了 但是它的单价会要比十五口琴高很多 这一支天井座 这支天井座 它的官网售价是998元 那如果说你对半音阶口琴感兴趣的话 你想要拥有一把口袋里的钢琴的话 你可以把它加入过后车看一下 双十一的时候会不会有惊喜 好的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口琴 是我今天的重点 因为我特别希望把这一款口琴 介绍给大家 给大家种草这款口琴 它就是一款七孔口琴 它是十孔口琴的前七孔 十孔口琴的前七孔 非常的小小可爱 只有手掌宽 你还可以把它挂在胸前 不同的颜色代表 不同的调子 五彩缤纷的特别的亮眼 重点是它不仅好看 异春性还很强 性能好 两个八度足够让它去演绎大部分的曲子 就比如说这首歌 还有就是那首我愿意 等等等等啊 你们可以在我的视频里面找到很多都是用七孔口琴演奏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在给家人和朋友挑选礼物的话 那么七孔口琴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因为七孔口琴 这款口琴它的包装非常充满科技感 送人的时候很拿得出手 圆圆清澈 送给老人 送给小孩 或者送给同龄人 都非常合适 好的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几款 我喜欢的口琴就在这边了 就是以上这些 那如果说你买了口琴的话 我希望你不仅仅是在满足自己的一个购物欲 我也希望你可以把它学会 那可以在圆圆西瓜视频的主页看到圆圆录制的视频教训 就这样啦 拜拜